蔣衛水是台灣反日本殖民運動重要的領導人物 1923年他因為置警事件 政府逮捕了大量的集會人士 他也因此入獄 最後被判刑四個月 是台灣人因為政治請願被拘禁的第一位 而他的一生為了追求民主 被日本人拘捕囚禁十幾次 2005年有一位詩人根據他的《獄中日記》寫下 《那些天蔣衛水在牢裡》 這樣子一個詩篇 台北愛樂今年就要把這個詩篇帶到國家音樂廳 用音樂和朗誦的方式呈現當年蔣衛水 追求台灣民主的血汗歷程 我們是一堆移影做透的石頭 夾在水與人塵之間 不見天日 緩緩唸出詩人江自得的作品 《那些天蔣衛水在牢裡》 每個字都是蔣衛水捍衛民權的決心 5月6日台北愛樂合唱團以及台北愛樂青年管弦樂團 要把這段詩詞結合音樂 演出清唱劇重現當年蔣衛水的精神 一首這樣子的詩要把它從在監獄裡面的這些悲歡 還有它的熱血都能夠呈現 我相信這個除了詩之外 音樂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些天蔣衛水在牢裡 是詩人江自得2005年根據蔣衛水獄中日記而創作 2007年首度被搬上音樂舞台 利用鋼琴伴奏合唱 今年更擴大演出 白人合唱團搭配兩管編制的交響樂團 中間在夾雜詩詞朗誦連續演出15首叙事詩 呈現出蔣衛水在獄中的心情 那這個清唱劇是一種形式 它就是用音樂會的表現形式 而它裡面是有劇情有故事的 只是也可以這麼講 就是說它是只唱不演 用音樂紀念台灣民主先驅 也看見過去台灣人爭取民主的歷程